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说 来传接我 买了 注意 来 来 来 志明 喂 是我 什么 怎么了 段科长 怎么了 段科长 徐帮城跑了 徐帮城跑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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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偷想了 放点 如果段可掌有什么来的话 事情可能不会是现在这样 走吧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主要是陈泉友和周志明 没有看好作为线索的须帮城 线索断了 这两个同志可靠吗 罗肯纳 我们不应该产生这种怀疑吧 昨天连夜 我向市委书记做了汇报 作为市公安局主管全面工作的副局长 这个案子的负责人 我首先做了检讨 刘书记对我们的工作 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虽然最后一仗没有打好 但是 我们还是要辩证地看问题 有缺点要三七开 不予成败论英雄吗 刘书记指示我们 要认真总结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你们先起草一个报告 我看了以后再报上去 都回来了 周志明呢 你怎么办 你说你们俩到底怎么搞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说话呀 怎么回事啊 周志明当时对徐邦城的反扑 也是没有估计到 他有没有侦察院的基本功啊 还有那个陈泉友 老侦察员了 犯这种低级错误 周志明 毕竟没有经过这样的场面 他会痛定思痛 汲取教训的 不能就这样算了 本来我们完全可能 一举皆面一个 组织十分严密的敌人小分队 为了从根本上教育他们两个人 应该给他们俩处分 我认为不应该给他们处分 因为这样太不公平了 在侦察工作当中 出现这样的问题 也不能说不正常 这只能说明 敌人比我们准备的更充分 听了同志们的发言 很受启发 我没有直接参加这次行动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这很正常 陈泉友周志明同志的失误 应该说这是战斗中很可能出现的 我们领导层 在对这个案件的具体方法上 判断上 可能本身就存在着失误现象 所以 我说就不要处理周志明和陈泉友了 他们毕竟是年轻同志嘛 让他们写个书面检查 对了 在座的每位同志 要通过这个事件 认真总结一下得失 希望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 争取不要再出现这种情况 志明回来了 看你爸去了 我刚从医院回来 我爸还是那样不好不坏的 今天晚上你跟我这屋吃啊 好 对了 跟你们单位那姑娘 畜生了吧 大妈 你想哪儿去了 我们只是同事 我看 不光是同事关系吧 您 我还有个事要问你呢 前两天吧 我遇到个事 我没经历过 不知道该怎么办 说吧 什么事 我前两天骑自行车的时候 把一个女孩给撞了 你看 当时爸我为了赶时间 把她送到医院我就走了 不知道人现在怎么样了 在哪儿撞她 胡同里 好像她在胡同中间走 我骑着车这么一拐 我就把她撞着了 你呀 就是太老实了 她走路不靠边 在路中间溜达 你撞了她 她也有责任 找交通警了吗 交警倒是来了 那就更不用怕了 事都经关了 你怕什么呀 别理她 你还得小心点 万一她讹上你呢 麻烦了 讹我 她怎么讹 她要说这疼那疼 你就得领她上医院吧 上医院就得坐车 她要说头疼 你就得给她拍片子 花钱不说还得搭经理 你这一想躲她 就找交通队 找到你们单位 你还得去 至明 甭听她瞎白话 什么事一到她嘴里 就邪性了 妈 您甭不信 我们厂一个人 让车给寡了一下 歇着足足小撒月 这那颗外颗神经科 一通检查 得得得得得得得 都像你们单位那人似的 咱们国家 早就没好人混了 你 你不懂 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装个点心匣子 买俩水果罐头 勤往他家跑着点 多说好话 虚寒问暖 消灾呀 甭给人瞎出主意 至明是老实孩子 大妈 不管怎么说 我把人给撞了 按理来说 我也应该去一趟 而且人家还是女孩子嘛 也是 是应该瞅瞅去 去 小朋友 施萧萌家在哪儿啊 施萌萌 施萌萌 你们家又来个男警察 谁呀 您好 我找施萌萌 她在家吗 萌萌出去了 马上就回来 要不你先到家里坐会儿 好 好 请喝水 谢谢阿姨 你叫什么名字 在哪儿工作啊 阿姨 我叫周志明 在咱们市公安局五处工作 是你撞到我们家萌萌吧 是的阿姨 真对不起 我那天要着急出差 急着给我爸买西红柿 和鸡蛋送到医院去 就这么一着急 就把施萌萌给撞了 我是今天刚出差回来 本身就想过来看看她 你们年轻人哪 就是毛手毛脚 心里搁不住事 这也就是撞了我们家萌萌 要是撞了老人 阿姨 您批评得对 我以后一定注意 是赵萌萌现在删好得怎么样了 不行 我把她带到医院再去检查检查 他呀 妈 我姐和元朝哥回来没有啊 我把您和好半天了 再不回来 天一黑咱们家热的小厨房 都盖不成了 毛毛 你快进来 你腿还没完全好呢 妈 我的腿没事了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快进来 家里来客人了 来 怎么是你啊 你好 现在的伤怎么样了 我今天刚出斋回来 过来看看你 我已经好了 腿还没好就到处乱跑 当心留下后遗症 妈 我姐他们再不回来 小厨房就真的盖不成了 数花不算数 你着急也没用啊 你又不会弃强 阿姨 我给你们盖小厨房吧 我会 你还会盖小厨房呢 那怎么好意思呢 还是等她姐姐和元朝回来再说吧 不好麻烦你 没事 我会 小周同志 你看 怎么好麻烦你呢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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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没关系 阿姨 你进屋吧 你放心 我会干 进屋吧 这怎么好意思啊 没事儿进去吧 我会干 那辛苦你了 来 去吧 吧 来 我した 你 好 小周同志 阿姨 喝口水吧 谢谢阿姨 没看出来 你还这么能干 把帽子摘了歇会儿吧 不要 阿姨 你进屋吧 我接着干 抽烟吗 阿姨 我不会抽烟 好好 年轻人不要学抽烟 你这么气行吗 行 就是不太好看 行行 小厨房能用就行 外观不用那么讲究 我帮你抽抽泥吧 我帮你抽抽泥吧 不行 不行 你妈说你的伤 还没好利索呢 小声点 我妈是吓唬你呢 你这么气 结实吗 应该结实 气息地震都没问题 你不用动手啊 我自己来 你以前干过这个呀 我也没干过 我是看别人干过 电影里面看过 我也不会 我姐姐和元朝哥哥 他们会 元朝是你姐的朋友吧 对 你出差去哪儿了啊 外地 我弟眼看见你呀 其实你一点都不像个警察 怎么 我不像吗 我姐姐罪恨警察 我也不太喜欢 我姐姐罪恨警察 他们都说警察是寒毛孔 冒粗气的人 对吗 你这 你还出得来吗你 你 怎么了 你气成这样 你怎么出得来呀 你怎么出得来呀 你别以为我出不来 你 你没事吧 怎么了 你 伤着哪儿了 阿姨 要紧吗 没事 要紧吗 没事 没事 怎么搞的 快快快 进屋去 来 进屋吧 来 进屋吧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慢点啊 疼不疼啊 要不要上医院 头怎么碰的呀 阿姨 我没事了 都怪阿姨不好 没有做好调查研究 头上有伤 怎么能干体力活呢 妈 你懂咖啡呢 咖啡啊 早就没有了 真对不起啊 家里没什么好吃的 我平常呢 不给孩子们养成 吃零食的习惯 所以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 对了 萌萌 家里好像还有几个鸡蛋 去煮碗荷包蛋吧 算了算了 还是我去煮吧 阿姨 不用了 我也该走了 今天墙没有砌成 真对不起啊 已经很感谢你了 是啊 你还是再待会儿吧 再待会儿吧 来 快做小粥 走 《普希金全集》 这书是你看的 你喜欢普希金吗 我没看过 这谁干的这是 这是啊 这是 这不糊弄人吗 这是 这是 真是啊 咱们那可爱的妹妹干的 这可真够收拾的 不懂装懂 萌萌 萌萌 这是你干的 这是公安局的周志明 这是我姐 这是陆远程 怎么能是你啊 行啊 害了我们一家人 一连招了好几天的急 姐 不是啊 那家姜伯伯也在 阿姨 我不吃东西了 我先走了 萌萌的伤 哪天到医院 再去检查一下 我不用了 吃了饭再走吧 不用了 小粥 饭马上就好了 不吃了 不吃了 真的不吃了 小粥 慢走啊 不送 姐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怎么什么人 都敢往家里带啊 警察怎么了 你怎么知道 他不是在打你的主意 你 我怎么了 我这还不是为你好 不要你管 萌萌 哄哄 真是的 西红 你这么说萌萌 是不是太重了 她气受不了的 怎么重了 萌萌是我妹妹 又不是你妹妹 站住说话不要疼 多吃点 吃饭了 大芒包的饺的 好吃不好吃 好吃 你爸说了啊 想吃点好的 明儿敢让淑萌啊 上市场转转去 看看有没有鸡卖 那得找到农民 白晓他的地儿 还有活鸡呢 别想没事了 现在这季节 农民谁卖鸡呀 要买东西 就得买公家的 也保险 公家 公家也得有啊 去 姑娘 来了 大妈您好 周志明在家吗 她在屋呢 你先进屋 我给你叫去啊 谢谢您啊 志明 志明 家来客人了 快着 燕军 你来了 你回来了 真可爱 你这是从哪儿来啊 从单位过来 没有 我从家过来的 你从家过来 找我有事吗 怎么了 没事我就不能到你家来了 你从单位回到家 再从家折到我们家来 你骑车有眼啊 你爸爸住院了 谁给你做饭呀 你呀 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吧 这些东西啊 够你吃好几天的 饿的时候自己热一下就行了 你还管我吃饭呢 我有的是饭折 这不刚从邻居家 吃完饭回来吗 那哪成啊 也不能老到人家吃饭呀 没事 习惯了 你看看我给你带的东西 这么多的菜啊 都是你做的 我哪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这都是我姑妈做的 你尝尝 这么好看的菜 我可舍不得吃 我还是把它供起来吧 早知道 你姑妈也这么好的手艺啊 我就整天去你们家吃 省得你也跑来跑去了 言军 你喝点水 要不吃个苹果 这有糖 你别忙了 我自己来吧 志明啊 牛奶是现在给你热 还是待会儿热呀 大妈 你把牛奶放着吧 待会儿我自己热 我还是现在给你热了吧 大妈 谢谢啊 真看不出来啊 你在家还真是个小少爷似的 普希金诗集 你怎么会有这本书啊 这本书现在特别难找 我托人借都借不到 你从哪儿弄的 你是去 去看那个施萧萌了吧 嗯 嗯 耗了一上午 你就写了这么两个字啊 我觉得自己真是窝囊 还想着那个案子呢 人是从我手中跑去 我当然应该负主要责任 可是负责任是小 我这心里面就是堵得慌 反正人已经跑了 你这口气就是咽不下去也得咽呀 间谍与反间谍之间的斗争 胜负本来就是瞬息万变的 一时成败在所难免 你就别再这么失魂落魄的了 你今天下午是不是要去医院 去看你父亲啊 那我下午要去趟医院 晚上还要去趟段科长家 我去汇报那天的情况 这是我们约好的 你们不谈别的 那我跟你一块去吧 好啊 我们一块去 去 我是怕你这两天老是太寂寞了 把他带过来陪陪你 你呀 胆子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不守规矩了 拜拜 听话啊 我呀 就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家 是不是看小说又到下半夜不睡觉 给你订的牛奶没按时喝吧 喝了 喝了 再帮他家吃饭呢 要多给钱人家也不富裕 听见没有 下班回来呀 多帮着干点活 休息晚也行吗 别想爸爸在家似的 翻来张口依赖伸手 让人家说你不懂事 我知道了 嗯 那个给我送西红柿的姑娘 是年军吧 这姑娘不错啊 你谢谢人家没有啊 我们单位的 我一回来就谢过她了 个人感情上的事情 你出来都会跟我说 其实啊 你不说 爸别看出来了 来 坐这儿歇会儿吧 他是不是对你挺好感的 其实吧 也无所谓好感不好感的 天天在一个办公室里待着 就算谈得来吧 以前哪 爸爸 爸爸就怕看你对公安工作 那股喜欢劲儿 心里呀 老忍不住嫉妒你 爸爸好多年没工作了 不如你幸运哪 一定要懂得珍惜呀 你才二十出头 工作第一 一心不考二用啊 嗯 知道了 爸 您是不是累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吧 走 来 我来到休息吧 我来到你了 我去吧 你不是做的吗 我来到你了 我去做一辈子 我来到你了 你怎么做的 你怎么做的 我来到你了 我去做的 你去做的 我去做的 我来到你了 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敌人好像是提前都准备好了一样 小朱 遇到这种事情 来 怕的是光 记着记着 水 要的是闻 一个好的侦察员要做到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都是面不改色 心不跳 那天徐帮城在走之前 他有什么反常的反应吗 那都没有 就是晚上出发的时候 稍微显得有点紧张 不过不明显 我第一次接触徐帮城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人不一般 他一定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务 他的两次口供 其实并不是让我们相信他 恰恰相反 他是让我们尽早地识破他 颜军 你把这青菜摘了吧 好 这我都没想过 第一次啊 甘副局长把这个案子接过去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怀疑跟咱们的纪处长说了 纪处长当时也是没办法 我当时就认为啊 这个徐帮城说的那个三月计划 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假计划 可是那个地形图怎么解释啊 科长你说 那上面画的明明是正宫堡啊 那个地形图啊 就是最大的一个疑点 它是一个受过训练的特务 它能对地理 标识 这种信号 能不烂熟一心吗 它就把这些东西啊 带在身上 既没用又危险 一旦出了问题 就会暴露它的整个计划 还有那个信号机 其实就是为了它的假口供 准备的假物证 不出事 这些东西也用不上 一旦出了事啊 这些东西啊 就会派上用场 科长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开了笑了 是不是徐帮城前面说的假口供 是为了后面真正的假口供 做的铺垫呢 你想啊 如果他一开始 就把计划合盘突出的话 势必会引起我们的谨慎 任何一个侦察机关 都会对轻易得来的口供 怀疑再三的 他徐帮城肯定清楚这一点 所以他开始跟我们玩的是 假中假的把戏 搅乱我们的思路 最后呢 他再供出他的真正的假口供 这样就会显得顺理成章 水到渠成了 科长 这件事让我想想 还一直后怕呢 真的 其实啊 这次失败 并不是不能避免 只是咱们的第三次审讯 对徐帮城的口供过于热心了 如果我们当时反映出来的感觉是 对徐帮城的口供 表示 莫不关心的话 然后观察他的反应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 当然了 我现在也是事后诸葛亮 对 徐帮城这次潜伏进来的任务 到底是什么呢 从物证上看 十有八九是情报派遣 你想密血纸和密血药的数量那么大 如果不是搞情报的话 其他人要他也没有用啊 你说呢 科长 对 我觉得这个很可疑 你这个观点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啊 你说说你的看法 从他身上缴获的三千一百三十一块钱来看 一个派遣的特务 身上应该带一个整数啊 为什么有零有整啊 而且这三千块钱是用一张纸包起来的 好像冥冥之中 这钱就应该分成两份 剩下的一份是一百多块钱 他入境以后 吃饭 坐车 要花掉一些钱 那那包三千块钱 可能是带给什么人的吧 可是这钱他要是给别人带的话 那东西呢 东西也是给别人带的 这么说徐邦城是一名专情的交通了 你们俩分析的还都有道理啊 这么晚了 我家住得那么远 你看着办吧 那还不好说 送你回去呗 真的 你真的送我回去啊 送你回去就送你回去 谁哄你啊 算了吧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我呀 自己走 这么晚了 你自己走安全吗 你可别忘了 我也是警察呀 好 好 真是不是我吹牛 我要是上去 我跟你说 徐邦城绝对跑不了 手枪顶着小子脑门上 你跑 不让查就不查 领导怎么指挥咱们就怎么干 说算了就算了吧 听我的 快吃饭吧 不管怎么说 徐邦城是从我手中跑掉的 领导肯定要怪我 这是丢脸的事 要是老百姓知道了 会骂死我们公安局的 我要求把这个案子查清楚 定个什么处分 就是什么处分吧 长期悬着也不是个事 那是领导考虑的事 你甭想那么多 听见没 吃饭 你 就怎么样 给我们吹吹吧 你当时什么感觉 听到真正的枪声 感觉不同了吧 吃饭还堵不上你们的嘴啊 去去去 一边去 吃吧 别理他 这次 这次你分到九四一场去了 你分哪去了 领导叫我们去纺织场了 今天下午看电影 是挤台的票 我不去了 我想上医院去陪我爸 去看看吧 看完电影 你要是自己一个人去医院 我陪你去 好吗 我已经给段科长请假了 最近我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老师不爱说话 你姑妈做的那几个菜可真好吃 我把剩下的都给我爸带去了 我爸也爱吃 真的 是吗 那我让我姑妈再做点 跟上次不同样的 跟上次不同样的 对对对 我看还是别老师麻烦你姑妈了 好 那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等会儿我跟你一起走 同志们 今天召集大家来这里开会 传达上级指示 年军 一会儿把弟嫂就这么点事 开了一下午会 开到我都睡觉了 大臣 那些游艺传单我们也听明白 你再讲讲吧 我说就是群众写几首诗 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情 这和破坏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啊 你说呢 我也不清楚 你们要问 问段阁长 什么事问我呀 你问问我 我问谁呀 没听见吗 我们要抓别有用心的人 千万别抓错了 把一会干给我 对呀 刚才在会上你们都听到了 这是局长传达上级的决定 怕的是呢 有个别人利用这个机会 混在群众里边 破坏社会安定 我听说 以后局里的工作 由干负局长负责了 谁呢 谁呢 谁在背后一顿领导呢 找倒霉是不是 有 处长 你们侦察科 负责市中心地段的几个邮局 志明啊 你爸的病怎么样了 还是老样子 还在住院 医生说他的病情不太好 我的意见啊 不空的事没谱 抽时间多去看看你爸爸 别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啊 晚上在哪儿吃啊 要不上我那儿吧 不用了 我去邻居家吃 他们隔天给我爸做点有营养的东西 给我爸送过去 那就快走吧 行 那我先走了 好 颜君啊 这么晚了不回家干吗去 我去食堂吃饭 食堂的饭还有家的饭好吃吗 吃烦了呗 换换口味 我一说眼睛啊 你看看志明他爸有病 家里还有那么多事 你是个女孩子 没事的话 多关心关心他 科长 人家用不着我关心 早有人关心了 志明 萌萌 快看看谁来了 萌萌 小警察来看你了 我先看我爸 我是来还你这本书的 我已经看完了 还给你我就走了 这么快啊 小周啊 别走别走 还没吃饭呢 就在这儿吃吧 今天呀 有好吃的 留吧 不用了 阿姨 我是来还书的 还完书我就该走了 这块都吃吧 回家不也是一个人吃吗 就是啊 就是啊 萌萌 拦住他 过分客气就是虚伪 那怎么说话呢 我先看他 你们呀 在这儿先洗手 洗完了准备吃饭 小周 好的 阿姨 延长 行啊 你这学文的 比这学武的还厉害 志明啊 你是什么时候 开始参加工作的 已经工作五年了 我工作比较早 真看不出来 还是老警察呢 江伯伯 江 江总 江伯伯 你们年轻人就是不一样啊 你们干得可真快啊 真是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啊 江总 您老总是那么有口福 我是无功不受禄 这位大将就是我培养的 干活利索吧 我这不正夸着嘛 比这警察还厉害 这位挺面生啊 第一次见 这位是小周同志 这位是九四一厂的总工程师 江总 江伯伯好 萌萌 我明白了 前两天还向我保密呢 好 行啊 看来我还能赶上喝你的喜酒啊 江伯伯 你也太心急了吧 人家是不打不相识的冤家 刚认识的 这叫冤家路窄 更跑不了了 江伯伯别开我玩笑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江伯伯 我叫周志明 行吗 今天请我吃什么 妈妈做的红烧肘子 是啊 还有您喜欢吃的松花带 好 你妈妈知道我爱吃 特别好吃 行啊 那就吃你妈妈给我们做的酱肘子 江总 先到屋里坐会儿 好 曼云呢 下棋一许了 再担担 一会儿吃饭啊 刚才那个是萌萌对象吧 刚认识的 八字还没一撇呢 我看小伙子不错嘛 我和他爸爸现在这种情况 萌萌连个正式的工作都没有 恐怕高攀不起啊 老宋啊 你要是有意 我可以做这个月劳 那女相爱 不管什么条件不条件 是是是 那就不浪漫了 曼云 你过去和雷树峰 不是有个搭档吗 这个小伙子情况 可以通过他去了解了解 那本书你看完了 感觉怎么样 说不上来 我比较爱看三国水浩一类的书 外国文学看得太少了 普希金的诗写得很朴实很美 他应该是最善良的 他是同情劳动人民 同情弱者的 他那部有名的诗 是西伯利亚书 知道吗 就是交给一个犯人的妻子 带给那些囚徒的 所以别林斯基莱姆托弗 他们对他评价很高 他被称为俄罗斯的诗神 你知道的可真多 我是不是有点夸夸奇谈 你烦了吧 没有 我喜欢听 你听有见识的 真的 周志明 你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警察 虽然人家说 当警察的特别冷酷无情 人家 是你姐姐吧 为什么是她说的 我知道 你姐姐不喜欢警察 不光是警察 他谁都不喜欢 他喜欢卢元朝吧 元朝哥哥是九四一厂 技术部业务最好的翻译 虽然他个矮点 平时不爱说话 可我妈觉得 姐姐能长上这种条件的 已经很不错了 姐姐不这么想 他老觉得自己是干部子弟 自尊心可强了 你管他怎么看呢 他对你说好说坏 有什么要紧呢 你怎么不问问 我怎么看呢 颜军有什么情况 暂时没有 要不然我们在这一带游动 我们再到那边去看看吧 好吧 注意安全啊 小勇 你那边呢 挺好 没事 是吗 小龙你听着啊 你到那边去看看 好吧 遇到可疑的人怎么处理 是吧 不许贸然下手了 好 看看情况再说 好吗 去吧 好 颜军啊 你这野老大不小了吧 怎么样 我给你找一个 怎么了 我跟你说啊 这政府机关的小伙子 那可是一个比一个好啊 我一个人挺好的 不必操心了 那些事 那么应该也会有 那我也不肯定是 那蛆子也不肯定是 重要的 小陆啊 天天缠着我 让我跟燕君谈谈 我都谈了好几次了 次次他都不高兴 我有什么办法 你还看不出来呀 人家呀 喜欢的就是你 你还在这儿瞎凑什么呀 你可真是的 我到那边富士殿 去买碗挂面 拌筋肉 你帮我排下队 我排不过来 都几点了你还去啊 出来就晚 太晚了怎么去调查呀 哎呀 稍微等一会儿 不碍事的 走吧走吧